疫情至今兩年多 臺灣邊境開放放寬 千呼萬喚使出來 第一波商務客優先 縮短檢疫情從十四天到十天 檢疫地點也不再只有防疫旅館 重新開放一人一戶 有了目標與時程表 新增院長蘇貞昌也在防疫會議中提到 目前臺灣模式的基礎下 雖然可能還會有本土病例 但政府也必須兼顧生計與經濟 逐步走向世界 台北101是不少國際觀光客 來臺的必訪景點 每一年的觀景臺造訪人數 都有破兩百萬 不過一百零九年因為疫情 還有邊境管制下 造訪人數剩下六十二點三萬 就連國立故宮博物館 一百零九年造訪人數也掉了六倍之多 等了兩年觀光業如今總算盼到曙光 旅遊業者拋出建議希望能參考紐西蘭模式 才逐步開放 例如先商務在旅遊泡泡 最後全面解封 想開門迎接國際觀光客進來 得再等等 不過商務客先解封 最想讓旅遊業 波雲見日見著一絲希望 旅遊泡泡 旅遊泡泡 採訪報導